這邊是法國他要蓋房子的 現在蓋有一半了 在這後面我們過來了 這邊是那個中國蓋的 這一兩年來 特別今天的發展特別快 不管是金融的那一個部分 或者是房地產的那一個項目 海外之產巍巍風潮 現在很多醫生 律師 甚至各行各業人士都組成了看房團 一邊旅遊 一邊看房子 搶了新型態的旅遊行程 整輛遊覽車的台灣看房團成員 站在工地前勘查 談論買房就像是在買菜 所以那我們是哪一個面 可以面向王宮 朝東的那一面 那有這一方面的房子賣嗎 目前有 從業22年的房仲 這兩年來金邊考察超過20次 發現商機 在皇宮附近 以及新開發的鴨子島 鑽石島 新市洋房 高樓 有如雨後春筍 都是湊著金邊房價增值 甚至翻倍的想像空間 比如說像這邊的話 有一些別墅 三年前的話 大概16 17萬一戶 現在的話一戶的話 可以已經漲到50到55萬 這些首度比起來 柬埔寨金邊相對的話 基期還算是蠻低的 拿出一份又一份的DM 藝人劉一新也跟上了柬埔寨投資熱 他的挑房心法是 手中地段得在蛋黃區 還要鎖定租客 都是外商高階主管需求明確 他在意有沒有泳池 在意有沒有很高級的管理員 他們一房的比例其實是越來越大 因為很多的外國的外資 他們過去這些外商過去 他們被外派大概都是一個人 就是我們一個人 注重物業管理 裝潢吸引現代 租金投報率標榜有6%到8% 不過專家也提醒 預售屋的風險高於成屋 東南亞很多地方的包租 叫假包租 我的房子未來給你包租兩年 一年給你6% 兩年就12% 你會覺得很棒 那很簡單 我把你的房價我加上12% 再分成兩年還給你 此外還有政策不確定性因素 包括房屋買賣稅制尚未建立完善 沒有地募使用區分地級資料 也沒有融機融幣率規定 公社是否要算錢 各國建商也不一樣 前棒球國手趙世強也曾經去考察 就因此還在觀望中 畢竟追求短線獲利同時 也要小心套勞風險